好 亮了 是的 咔嚓一聲 原本昏暗的房間 瞬間變得燈火通明 興奮地用布農族語 說著謝謝 胡阿公看到房間裡 終於有電了 超開心 想在裡面來放電 我特別高興 又比較方便了 對 對 對 牆壁用竹子和鐵皮 搭建起來 78歲的胡林曾 平常就獨居在台東紅葉村 這處簡陋的鐵皮屋 沒水又沒電 我其實用蠟燭 過去幾年來 每到傍晚 只能像這樣點起蠟燭 利用微弱的燈光 照亮小小的房間 大家七手八腳 在屋頂裝上太陽能板 其中這名鄭先生 前進偏鄉部落送暖 已經兩年多 這次行善 他謙虛地說 自己只是牽線人 其實背後行善的 另有其人 我那些善心人士 都是桃園的啦 都是桃園的 百分之九十 都是那個八大行業的 酒店的 酒店的一些家裡 配替忙碌的善心人士 和酒店服務人員們 送愛心 他每個月有二十天 都在全台 趴趴趴照幫助落市 到這邊聖山部落 有很多家 很多老人家獨居的 家裡都很苦啦 他就 他跟我說 他有太陽能板要提供 吹起蠟燭 有了太陽能板 胡阿公在也不用擔心 因為房間昏暗看不清楚 不小心撞傷 相信人士的溫暖愛心 更是讓他在寒冬中 深深感動 記者賴永成 李逸璇 台東報導